這官服完全名牌 這漫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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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雲海也会再接着换 雲海也选出那种有赛事差异的图 那现在第一手你这样换了 那后面雲海也就是可以防备你一张 直接打同车图 要自信 我觉得阿诺如果要不自信的话 这张比赛会很难打 有没有可能只有对这张图不自信 因为手图是阿茂打的 用阿茂用的这个使律使者 然后2v2抢机也是阿茂先上第一轮 是吧 有可能 单纯就觉得这张图跑不好 然后还不如就让掉 这跑法还是用出来的 那这张图就是阿诺可以尝试一下 雲海第一轮2v2的时候是大15对吧 然后这一轮的话是1分06秒03 整体不快 他已经在前期接近云银记录了 他这个1分05下记录是 还有不够空间 有很大不够空间 而且这张图阿尔法 就担心会掉下去 你别掉下去了 别再想着掉下去了 你自己掉下去了 你不能想着别人掉下去了 刚刚不是还差一点了 不还是没掉吗 没掉啊 这局不好说 但起步这边阿诺说有点干扰 对 其实干扰会很小 但是前面阿诺是WCWW 出过来 前面上星星 没问题 真没问题 感觉全是刚刚顿了一下 那个路线是对的啊 对但是有点有点极限啊 前线上他这边首尾落地东风飘 对 正在起手 神宠触发 但起延续也做上了 WCWW中枪细节 前面再断风 点标一下 下来 阿诺这张图确实细节啊 就是基本上能够叠 WCWW的点 都会以最快的速度出跑 还弹射延续 不甩 第一圈45秒8 点标一下 这是前期前射 是 现在已经领先云 还有1.6 把这辆车在前期的优势 发挥到此 最好 每次在这都盾 看一下这边反射过来 小哥学学 突然被cue到 你先学一学 我已经会了 你已经回 你不会掉了是吧 先上落地 顺着起手 但这个端端端用了一点极限 已经是比比Zell快了0.3秒了 对 但是我觉得啊 应该会被追上 他又是明明的 还是明明 不是又是 这张图的机会就没有被破了 没有 我意思是上一张是明明 这张又是明明的 对 最后的话确实 还是训练速度要更快一些 不过阿诺这一把1分30.8 最后还是捍卫住了 恭喜阿诺 虽然我没有比赛 但 扳回1分 他一直都在 对 明明 虽然这周没有我的比赛 但是 我跟大家一起同在 对 到刚刚出现的一个时间点 到刚刚出现那个时间点 想要打过敏敏 那个趋势未来的记录 确实有点难 因为后半段 还趋势更快一些 是 但是整张图跑下来 都可以看到阿诺还是非常极限的 很多的细节点都处理得很好 对 因为可以跟结底 实际使者这辆车 它是一样起步长 对 起步就虽然说起步阿诺没出来 但是凭借一个氮气 就可以直接反超 对 看下一张图云海选 打同车呗 猪肉计 可以吧 现在可以打 因为实际使者都用完了 对 刚刚上来第一张图选的是星梦 我觉得这个时候打一打也可以 反正没搬 KZ这边的搬图 亚瑟天空群梦 我就觉得好像这两张图 真的起步到太大的针对 亚瑟又不说了 天空群梦 你既然选择天空群梦 其实就相当于 如果说云海真选了天空群梦 也相当于变相地搬掉了 这个决战雪山之巅 我觉得也可以 应该是不会选天空的 对啊 而且在solo上面 选雪山概率会比天空群梦更大一些 是 所以天空群梦这张图我觉得完全可以替换掉一个注射器 细节啊 wcww而且这边还是顺策起手 这张图 这张图让我忽然想起来了 最开始的阿诺其实在联赛当中 他是亮眼 但是不会持续亮眼 但是当时我就说了 我说这名选手 他当时就把顺策呀 这些技巧 包括优帅呀 这些技巧 他在实战当中都在尝试应用 那当然 虽然说的不稳 因为你看像练练前阳 他的王图就是顺色图 顺色 很多的技巧的图 对啊 加上坦射对吧 坦翼 当时还是有场间复盘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说场间复盘 我就复盘 他的操作是复盘非常多 我这名选手虽然说这场比赛没赢 但是他确实带来了很多微操 很细节 包括长城的那个极限跑法 也是他首一个使用的 对啊 但是时间 随着时间变长 阿诺对于这些高级技巧 他掌握的确实非常的好 刚刚那个点还能够顺策起手 厉害 手走很快 起动机场 远海的主动选择 双方都上到天一者 一边带到了龙啸皮肤 一边带到了艳湖皮肤 这张图还是比较是小鹏洞里的 来看一下起步 起步三侧 阿诺还啥不来的 最早上是远海 还是第一个弯道啊 远海这边的弯道过来以后 先开启一个ECO 但是阿诺这边有点拖 一个侧针拉近距离 对 挡了一下远海 在远海这边可以多段延续 但刚刚阿诺这个卡器的话 是直接被反超了 对 刺一个小喷 其实我觉得跟海子更跑这张图 在后面安全点 他被撞是吗 对 就后面长直线远海那个卡位 一卡一个转 刚才就是这个弯道过去的这个劲道 对 很精准 这个点如果要这个距离 上一次跟宁清 宁清两个人互装 互卡 互卡 这就是意识 能够到吗 够不到 但阿诺已经拉近距离了 下回到可以从内道去卡位置 但是可以直接挡上墙 也会卡到了 这个点阿毛说 这个墙我也上过 但是落后这样的距离 直接两秒多 在所有赛当中 确实是无欲回天了 但现在又没有沿上 动手的时机是没问题的 对 但动手完之后 只能说云海这一波 亦是防范的很到位 对 就想去卡云海 但反被反卡到 被挡回来了 其实那一波选择的位置也好 方式也好 都是完全没问题的 但是对于阿诺来说 不可能就是球机先球罐了 看一下云海军容的单击状态 第一圈42.78 第二圈这边一个点快速点 还是非常的快 可以直接出现1分20 3秒90 恭喜云海2比 现在让图阿诺选 阿诺 花海选不了 千阳选不了 对 直接这个班会 只剩下一手 刚刚输掉的固言归罪了 长城 到底怎么说 又自证吗 自证的话 那你怎么说 要选空港了 空港刚刚 虽然说没打 但是这张图 我觉得这个时候选有点早 确实有点早 如果说这个时候你选空港 就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 你其他赛道没底 对吧 对 你这个时候选的一张没底的赛道 就太早了 这考虽然还是什么赛道 这考虽然还是什么赛道 石一辰肯定是打不了 石一辰是云海王图 因为我在看他之前38场solo赛当中 自己选的最多赛道是什么 是星天鹅宝 那不行 那星天鹅宝现在选应该不会上机甲 也可以 那更不行了 那更不行了 我觉得你用机甲的话 对于云海来说 他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失误可能性 但是你打篮牛的同车 更稳了 对 云海当时在比分落后的时候 一直以来他追分的赛道就是 从车来 排个上 当时的一路向前 然后 还有什么 星天鹅宝 星天鹅宝 其实很多的 包括车间 对吧 零号 他没怎么选过 虽然是同车赛道 但云海打得不通 零号雪山 还有雪山海滨之眼 海滨是比较多的 来的其实很多的 但只不过说这一赛道 在当年版本当中 未必就是什么赛道 就被反挡回去 对 一个暴力想要去钻内道 其实阿诺对我卡位 真的没问题 所以说对于阿诺来说 如果现在能够 拿出一些同车赛道 那我觉得 完全可追 绝对的同车赛道还真好选 现在版本肯定没有绝对的 但是在现在 就像刚才你说 有啊 每周啊 对 应该不会上机甲 每周也可以 真不出现 就是对于选手来说 不会常上头 就是你要真说跑的话 你所有头都能上机甲 但是在赛场上求吻的话 这几张确实不太好 那我觉得顾元贵最真是一张 对吧 你现在选顾元贵的用什么 双重战神 双重战神 对 双重战神 对 不会起战霜啊 如果起战霜的话 相当于半掉元海的西湖 看一下 双重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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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弹 WC3W会叠上 这张图选出来 阿诺就是跟云海去拼极限的弹射了 对 看弹射 可以坐上的 点漂亮又在弹 这边路线很极限 尤其阿诺已经来到这种跑位 就看 完全看自己 看这边二人甩 甩过来 云海路线有点靠左 0.5到0.8 0.6 潮一旭要看一下 这边潮一旭落后的路线选择了 看一下下个点时候会弹射 没有对抗的情况下 两个人都是有一个弹射 这边再拉一个射伸过来 反应就释放 反而拉开了0.1左右 又追回来了 到0.5了 看一下这个劲道 一个弹道有0.5 是 再弹过来 对 细节 WC3W 再拖飘拖下去了 而且是一个大拖飘啊 这样来的话 云海是直接反超 而且还拉开0.4的时间差 看一下这个弹道再弹过来 又拖 两次拖飘都给到了对方很大机会 是的 所以说这张图起步 阿诺竟然杀出去了 后续这张图能不能赢 完全在他自己 对 看自己的稳定性 是 那这一局云海能够实现破发 最后不弹了 直接来一场暴力 对 直接以稳为主 对 他只有ECU释放完以后 还是能够完成充限 实现破发 连拿两分 对 恭喜云海三笔 这局应该可惜啊 原本0.5的一个优势 进入到第二车以后 两个大拖飘 直接赠送 原本第一拖我觉得可惜 但是如果第一拖没拖的话 看他落地那个点 第二拖该拖还得拖 所以说选择这张图 是好图 也是一个好的选择 但是在面对云海 还是那句话 你首先自己一定要稳住 你敢给机会就敢接 对 现在的云海 在场上跑出来的成绩 并不算是最极限的那一批 所以说如果你要是 要把极限性做好 在起步杀不来的情况下 你确实是有机会站上他的 对 但是前提是 能不能稳得住 对 就很明显的 刚刚那两拖突飘 这个失速是很大的 这局直接落后1.8 下张突然都再选 这个路子是没错的 如果要是真的能够通过 图车图去扳分的话 非常好 我觉得这个时候啊 空港可能要来了 或者是说上一手难图 空港不难吗 难啊 除了空港之外 别的难图 每周吗 苏格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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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格兰可以 都有可能 苏格兰真可以 看下张图 还得是通车追啊 如果要再丢一分的话 那远海随时起击下 对 现在3比1已经很危险了 第一圈 他那个甩尾点 就已经很惊险了 台波地形的这个小喷 但那个可能 对于他来说是 掌控之内 我后面还在拖 能控住 这个侧身拉完 也比较惊险 侧身加停滞 选手调整的比较快 3比1了 加张图 远海抢赛点 看一下阿诺怎么选图 其实从双方的状态来说 阿诺在一些常规的操作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弹射呢 它本来又是一个 手感上的问题 这种时候 到时候选择一些 操作型的赛道 就像我刚才说的空港 空港全程几个弹射 一个 一样 有数少 主要空港 不要吃节奏吧 节奏顺起来了 基本上不会有太大失误 你在数弹射 对 应该三个 不多 空港其实还好 五个以内吧 空港主要是中间控车 会更多一些 对 主要有几个弹射 基本上是不会有失误率的 最危险的就是 第一个 第一次又背过来以后 对 然后中间的那个 就星星落地以后的那个 对 这两个应该是最难的 其他进入到室内之前的 还有像一些正常的弹射点 都不会有失误率的 看一下阿诺还是选到了苏格兰场 双方都是上了这个同车同场 苏格兰确实是一张难途 看一下云海起步拿到云跑位 阿诺直接去应挤 顺次拉过来 看一下这边内道起步过来 是 下个弹道从内道去卡位云海 但云海这边防守做得很到位 下一个弹道一个甩尾进阶 过来以后再以卡位置 是 反超了云海 那下一个弹道云海 卡位是有优势的 不过有点太靠右了 看下一个弹道就一个暴力点吧 感觉是比较危险的位置 对 暴力拉过来 但是还是没有经理反超 目前两个人的距离都不是很远 有这一波云海 走了一个极限路线 但这波极限路线 自己也需要调整一下自己的摄身位 只据侧身调整过来以后 拉开了0.3秒的距离 这0.3就还是看阿诺这个点 一次又释放看一下能够跟住 是 云海在进一波补气 下面一个弹道 暴力是一个单喷 单喷速度要慢一些 但神主出发 这个点速度出发 阿诺又拖了 又是弹射又拖飘 但是前面云海快速也歪了一点 歪了这边 弹射再拖这一波 暴力延续点飘蹭墙 再点飘 有点乱了 这波连续弹道的节奏 拉开0.7的时间差 又是弹射拖飘刚刚 是 就这种弹射拖飘的手感 是特别影响自己的节奏的 这边补气再补过来 又是落后了0.91.0的一个察觉 是 这边劲道已经错 是 先半转快出 看云海的个人操作 出弹非常的快 来 拉过来 过来 出弹再有一小的牵引 下面一个弹道1.2秒 云海弹射是没有问题 这边节奏比较好 看最后的一个劲道通过 小蹭一下 真求问呀 这一波 WCW以后 现在还是没有问题 1分4分到0.5 恭喜云海 4比1 直接来到本场比赛的赛点 这个比分虽然见过 但是这样状态的阿诺不好赢 难以复刻神迹 这个时候该上什么了 极度空啊 对 对 而且 今时不同往日的另一点 就是对于之前 常规赛专攻教授来说 云海非常明显 我就想跟你练一点 我就想跟你玩一玩 对 当总换上那一刻以后 云海心里面想的就是 你拿什么车 我拿什么车 我绝不会拿强车 去硬拿分 结束这场比赛 我想要的是练 但是对于 已经来到季后赛的 每一名选友来说 能够尽快地 以胜利的方式终结比赛 才是他们最想要的 是的 就是我不跟你慢慢来了 对 该上机甲 还是得上的 所以下面几张选图 基本上数 第一张就是空空 第二张美术戴阿诺 第三张西部空战 西部空战都要防御他 怎么防 万一起孙悟空呢 现在来看 这个 连决还没用是吧 对 那我觉得西部 暂时还不会 那就这三张图 没别的了 或者 你直接上乌山风吟 用这个连击 然后你再上这个霍比特 你用空空也行 但是这样的话 不是长久之计 下一张图最好就是 你打同射击 对 跟起机甲的话 还是危险 看吧 下一张图 阿诺 到了用空港续命的时候了 也可以有别的同车图 比如说美洲也可以选 对啊 我觉得美洲 通常美洲西部不是三连章吗 对啊 就这三连章 就跟顺子一样 你能拿下来后面可能都很顺 你拿不下来的话 这边直接跑了 所以你觉得新藏局的美洲更难打 还是空港就能更难打 新藏局吗 因为我就是回想起 是上载级关键的那句话了 就是觉得在这种决胜决选 美洲都赢不了 他用了几个形容词 会觉得有点傻 是吧 哎呦 这边上墙上的 装导合同 直接进到美进去 美洲难打还是空港难打 我觉得还是空港难打 对 美洲这张图 它确实很多时候 它出现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赛程 已经进入到白日化阶段 所以会给我们很多很多记忆点 但是归根结底 它是一张六星赛道 而且是KVS手游 在2017年12月那个时候 上线以后又一直存在的赛道 是的 还把我们的时间不一样了 来看一下选择到的是墨高窟 哎 墨高窟是想先把机甲打出来 快了0.01 阿诺这一波求了阿毛附体 对 但是就像刚刚的空港一样 这个0.01 在墨高窟上面不好出现 他这一局 阿诺没有选择到那三张 而是换了一个墨高窟 但双方也是通车 双方都是序列未来 起步 鱼海更快 但是侧身过来以后 阿诺可以砍内线 看这个甩尾了 哎 阿诺又拖 这是横盘必拖 对 也不是拖吧 反正就是甩身欧甩了 角度更大 那还不叫拖吗 接拉回来之后开启ECU 一样的拖飘 就不是拖墙上那种拖 其实现在拖手拖飘 基本上不会再上墙了 因为他们会及时使用 快出 快出 这个点没拖好 现在再拖那就真没了呀 刚刚那个点一拖很伤的 感觉一张图打乱了自己的节奏 是 但是云海 他确实不给阿诺机会啊 这边节奏很好 测证过来以后进入到第二圈 是 他来到零跑位的时候 你发现他的这个成绩啊 就是你可能会拉近 但是到终点之前 你超不了我 因为很稳 当他落地下来之后 也没有任何问题 再拉一个进阶 一点点啊 阿诺失误了 一点二 还在拉大 这边路线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完全给不到机会 是 落地以后 还是一个暴跌 再弹 路线选得非常极限 紧追其后再先给一个进阶 碰好 这边再衔接一个弹射 CW叠上 没问题 再衔接一个侧身 稍微的小拖 但反而把自己的车头拖正了 当初完的路线是很好的 一点一秒 撞也撞不到 碰也碰不着 只能看着让我们恭喜RGM 三比二 战胜KZ 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最后 比分定格在了 五比一 而对于 这一次的阿诺 他相较于常规赛的他 确实状态不佳 而来到季后赛 才是强者真正的舞台 而且就 从这一张 很需要 这样的一个solo位的 从几张图当中都可以看到 就是说阿诺 只要是在 有弹射图当中 这个弹射一拖飘 后续就拉开差距了 这是今天的阿诺 最后云海跑到1分26秒72 第二圈 确实没有给阿诺 任何后追的机会 是 最后还是恭喜RGM 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 是的 恭喜云海无比战胜阿诺 来到季后赛 他不一样了 是的 RGM这个道具 这个竞速三杀呀 是的 也再次恭喜RGM 通过竞速三杀战胜KZ 拿下了B阶寻完赛的开门红 四连决胜 也可以说这场比赛 是RGM对史上B阶的首胜 因为第一次 因为很久没有打过B阶了 没有打过 有AB阶吃分以后没有打过 对的 就跟EESTA有AB阶吃分以后 第一次进入A阶一样 是 对于B阶来说也算是A阶首败 最后连打四分 来到季后赛啊 虽然说舞台更加残酷了 但是也希望每一个选手 能用一个比较乐观的心态 去对待 日常的积累 会转化为你场上的实力 当你坐在了 对战席的那一刻起 你就无需担忧自己的实力 是否够格 因为你坐在这里的时候 你就是够格的 对 所以对于阿诺来说 今天这场比赛 我觉得 他并不是输给实力 孤如云海 而是他输给了自己的自信 嗯 还有心态上面 对 在二维抢期的时候 最后一举 你选出了顾言归罪 而明显展现出来的 就是自己没有做好准备 那倒不如说选择 更为适合自己 也是自己更为熟悉的长城 或者还有别的 如果他比较熟悉的赛道 其实也是可以的 对啊 比如说过言归罪 是想要打一手出席之胜 对 这就是一手非常规 使用机甲的赛道 对 那明显自己也没有控制 好的情况下 也是葬送了这一局的比分 而来到了最后一轮的 因为一个人游赛 从首途的一号公路的让车 到后路 后面之街 无比被带走 其实我觉得都是有迹可循的 没错 就感觉可能这次对于KG来说的话 更多是积累经验吧 就看一下最后的这局 的放 是的 那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台湾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